大家好我是小燕 自从14发布之后 其他的机型都有在大幅度的下调 那么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 已经差不多稳定下来了 那么想换手机却没有换的小伙伴 想必睡觉都要笑醒吧 你都不知道14发布之前的行情 跟现在的行情差有多远在那 所以今天就直接给大家分享 这几款超有性价比的手机 特别是最后一款 看完样我惊呆了 首先来看一下这台 这台是一个纯无锁12PM的亮机 说真的像苹果那么抠搜挤牙膏的一个升级速度 12PM 13PM跟14PM区别真的不大 使用起来的话毫无猥猴感 唯一不同的就是价位 所以这三台中的话我会选择12 Pro Max 这台是256G的电池电像还有90% 我拿回来的是49张半搞定的 下一台是iPhone 13 如果你们想要右手14的小伙伴 可以考虑一下这台一样的外观一样的像素 就连跑分方面也是差不了多少 体验几乎一样 但是行情不是差一点半点 现在的iPhone 14 256G的还要7750左右 而这台iPhone 13 国行双卡的256G作为亮机的标准 我拿回来4550 这一对比就出来了 看一下12mini 作为刚出道的小型手机 同样有A14的防身芯片 4GB的运行内存 又不是重度使用手机的人群来说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比13mini的话要划算个六七百 这台12mini是国行128G 亮机的标准 在我手上的话是2550可以带走 喜欢小评的真的不要错过哦 说完苹果我们来看一下华为 你们常常抱怨说今年发布的MAT50没有5G信号 那么在我手上这台华为是有带5G信号 麒麟990的处理器 还是99新的哦 我拿回来是2150 还有这台苹果笔记本 这台是17款的 是i7 2.9赫兹 15.4英寸的超大屏 而且还有视网膜屏幕 16GB的运行内存加500G的固态硬盘 上个月的话这台笔记本的话还要高达7000多 那么如今的话直接掉到了5000出头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最后一台是现在市面上非常少见的iPhone8 想当年发布的时候可要高达5000多 在我手上这台是花了600根粉丝之换的 拿回来之后我是换了一个原装电池 电效可有100哦 如果现在弹口有货的话还要800左右来去拿货 那我在这里的话成本不到700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别看过了这么多年 它还是采用A11的处理器 还可以吊打大部分的安卓机 小巧又好用 家里如果说有学生或者说有老人的可以选这种 而且当被用机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哦 由于时间问题其他的我就留到下期跟大家分享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个赞再走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